隨著暑假的到來 蘭嶼遊客逐漸增多 而機車業者忙碌的為旅客 準備環島用的機車 不過蘭嶼環島公路 也因為有多處路段沒有拓寬 再加上有的路段 也因為多年沒有修繕 造成路面坑洞多 影響了右路人的行車安全 主任表示每次到了晚上 行經坑洞路面的時候都會害怕 因為路旁的路燈 等跑壞了都不會亮 又加上道路坑坑洞洞的 真的很危險 尤其放暑假了 都有小朋友經過 每次看到車子駕駛 為了躲避坑洞都會蛇行 不禁為這些小孩捏一把冷汗 課長表示鋪上瀝青後 因為蘭嶼屬於海島機構 都會碰到下雨的天氣 而瀝青也因為碰到水經常脫落 不過由於像公所原本的經費 短缺 已經向中央爭取經費 不過到目前還沒有回應 記者 下馬尼達縣台東南宇 採訪報導 早安 收拾 梁宣台 成員 相 Pens 核